美国内部的分裂跟党争 从预算案到差一点变成军事领袖 预算案大家已经预估 整个年底的时候 月底的时候 美国联邦政府会关门 它会影响好几个部门 但是美国联邦政府已经关门了二十几次 所以大家就觉得习以为常 但是这也看得出来 美国的党争其实是会变成一个很大的一个常态 可是这次党争差一点 变成军事领袖的党争 美国现在最重要的军事领袖 他的位置叫做美国参谋联席会的主席 他卸任了Millen 最重要的是Millen在他卸任之前 接受了很重要的一场Zakaria CNN的访问 很长的一段访问 这访问里头谈到了中国崛起 谈到了台湾问题 台湾问题在这个情况里头 美军有没有能力 击退解放军 有没有意志力要击退解放军 而美国对于台海问题 到底是希望台海战争发生 还是和平解决 他提出了答案 他的答案是 美国仍然希望两岸 透过和平方式解决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 非常重要 美国最重要的军事领袖的专访 44年的军旅生涯 在前线作战多年 历经大风大浪的 美国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密利 即将在9月底交棒 他在退休前接受媒体专访 谈到美国本世纪 面对的最大敌手就是中国 密利说 美国不会坐视中国崛起 而原地踏步 美军会继续加强发展军事科技 但他也强调 美国不希望发生强权军事冲突 美中两个核武大国的军事冲突 意味着世界大战 而最可能警报美中战火的 就是台湾 中国外战火启 儘管美國在亞洲改變了軍事戰略 充滿戰爭的危機意識 以小型多處基地部署中程導彈包圍中國 取代過去沖繩等日韓大型基地 秘力在下台前仍然重申 希望台海問題應該透過和平解決 秘力警告北京 如果出兵攻打台北 臺灣會是一大戰略錯誤 必定要付出代價 中國會有很危險的問題 如果他們遭遇到攻擊 和破壞台灣的遺跡 這不是唯一的選擇 但攻擊和破壞台灣的遺跡 是非常高的 最高的任務 所有的工程都要做 而且, frankly, 中国的力量是可能 不在这一段时间 去做这些 他在公司的声音 在公司的声音 提供了 民优优优独播剧场 军优优独播剧场 和军优优独播剧场 在2027,是他说 他说是2030, 他移动到2027 那不代表他做了 但是他想他们 能够做它 他们也想他们没有 他们的能力 在他的意义 在他的意义 在这一段时间 的力量 他们的金融 取得那些钱 他们在做了 一位国家的党党 是什么他们要做 他们要做 他们要做的 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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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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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的党党 党在西 Asia 普林斯頓名校政治系畢業 有哥倫比亞大學 國關硕士學位的秘力 2019年10月被時任總統川普 任命為美國參謀首長 聯席會議主席 過去四年 美軍先後撤離 阿富汗和伊拉克 結束長達二十年的中東戰場 2022年初爆發俄乌戰爭 全部發生在秘力的任期內 《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 伊格納西斯 在一篇總結 《秘力軍旅生涯》的文章指出 《秘力》對美軍最重要的貢獻 是他自2015年擔任陸軍參謀長以來 積極推動研發新科技 還曾經徵詢馬斯克等科技領袖的意見 讓陸軍的後勤系統跟武器更加現代化 作者說《秘力》希望能靠著美軍 在高科技的優勢粉碎中國入侵台灣的企圖 作者還說《秘力》最喜歡的一句話 就是孫子兵法裡的知己知彼百戰百勝 《秘力》或許做到了知己知彼 但在他卸下美軍最高將領職務前 勢必沒辦法看到美國力挺的烏克蘭 能在抵抗俄國的戰場上百戰百勝 我不想放時間 因為很多事情在戰鬥中 是反應、反應、反應、反應 你能看到總統的失敗 你能看到更加上升 你能看到很多不同的事情在未來 但我可以告訴你 這會花很久的時間 把軍事撤退所有200萬多的 俄羅斯的軍隊 從俄羅斯的軍隊 這很高的碼 這會花很久的時間 繼續團結北約盟友 堅定支持烏克蘭對抗俄國的任務 確定要交給下一棒 在秘力任期只剩下10天時 美國參議院20號 繞過保守派共和黨議員的阻撓 終於通過新任參謀聯席會議主席 布朗的人事案 他也是繼鮑爾之後 美國史上第二位擔任此職務的非裔軍官 布朗在接受任命前表示 美軍從俄烏戰爭中 得到最寶貴的經驗 就是與盟國合作 而他也會繼續這項任務 布朗提到的和政府文官領袖合作 有著軍人不得參與政治的紅線 而這也是秘力四年任期內最大的悔恨 2020年6月 白宮外爆發種族示威抗議 川普下令武力驅趕示威者 當時秘力穿著軍服 陪川普走過拉法葉公園 被外界解讀為軍方支持川普所為 米里說他既取了這次教訓 還特別在國防大學畢業典禮演說中 談到他所犯下的這個錯誤 要求未來軍官必須實施警惕 軍人絕對不能有政治色彩 但在美國國內左右兩派 嚴重對立的狀況下 軍隊內部的性別意識 和支持女性墮胎權的政策 都成為激進右派的攻擊對象 隨著2024總統大選逼近 美國社會的裂痕越撕越大 這位即將卸下重任的私刑上將 如何看待美國的未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